他说啊,k是时数,k不等于0,也不等于-2 如果这个方程式啊,它是一个远的话 问你说它远的半斤等于多少 好,那它是一个远的话,我们要注意的是 远的方程式里面,平方向的系数是要相等的 所以你这个系数k加2加等于k平方 那你把它一下,直交成 所以k就等于2或者-1 那如果k等于2的时候呢 这个2加2就是4啊,这个也是4 这个也是4,这个还是4 所以它变是10平方加4y平方加4s 减4等于1 通通,注意到,先把它通通除以1 除以1 就是让这个平方向的系数都变1 那变1之后呢,就全部都除以1 变1之后呢,你要求的半径就可以用公式 我们公式呢 半径是2分4根号,珠瓶加1瓶减4f 但是这个时候要用的一定要,这里是1才可以用这样 这个珠是,当这里是1的时候 这个珠 只要带进去乘是半径 如果这不是,比如说那是4 那你用这个带到这里,那答案就错了 那答案就错了 所以先把它通通变成1 然后用半径就是2分4根号,珠瓶加1-4f 那珠就是x的系数1 y的系数0 所以1就是0 f就是-1 带进去,就得到2分4更好 好,那如果k是-1的时候 那-1带进这个 那就会变成x平方加y平方-2x-2x-2 等于0 那我们发现它的判别是珠瓶加1-4f 那1是0,f是2,带进去是负的 我们说,判别是大A0才是圆啊 那判别是小于0根本不是圆 所以这个k是不合的哦 如果只问你k的话 一定通通要带进去 它的判别式的地方 你才知道它合不合 或者,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你直接把它配8 那你把它配成平方以后 你就可以看出来 像这个可以配x-1-2平方加上y平方 然后加1过来就是-2 那这边要配方向每天加1平方 那这边也加1平方 所以这个算出来 两个平方2等于-1就是不合的 不合的话 大A0-2 k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答案 只要求半径 就是这个是k次等于2 半径次2分是更好 谢谢大家